暗春食堂,主持陳榮泰,蔡浩良 好,來回我們D100的歷史根源 大家記得2012年10月我們被解僱 然後很快11月就重組出現了D100 D100當時的創始地在觀塘 口名街,正正今天我們在暗春食堂訪問的地方 就是我們隔幾條街,所以很有親切感 剛才我們跟阿泰哥聊天的時候 今天我們來這個地方都很有不死精神 充滿故事性,所以來回我們D100的革命起源地 做這個訪問,所以我心情特別好 其實我先介紹,這間叫常常 常常其實我要形容是一個手作仔地方 因為觀塘公廈臨立很多都轉型 基本上都不只是大工廠,是小型手作仔 租了一個單位,裏面裏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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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來到這裏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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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她叫 Doris 我們就這樣說 我由我介紹那邊 我會停止 現在我要先說 我身邊就是 Doris 她的媽媽 媽媽叫什麼 媽媽叫Susanne Cuisine Susanne 也叫媽媽 怕記聲記不好 主要來到正正的一個手作的地方 也是由門市和製作到這裡 而觀塘 其實我每一次來的感覺 都是很新鮮的 因為不再固定是大營燃鎖店 所謂的地方 現在的觀塘還是 但是我不知道 漁民坊起好之後到底會怎樣 但今天這個感覺就給我很有故事 Doris都有故事 是啊 兩個搞定了 這裡就比D18厲害 D18我們當時在隔壁街那裡 都成十個人 十個八個人 倒閉不要緊 我們就照開一張 到現在六周年 來到這裡 這裡就是城業街15到17號 城什麼 看一下 運工業大廈 城運工業大廈 7樓28室 是的 先說明地方 那些人拿著Youtube在那裡看的時候 那麽久不講地址 怎麽找 城運工業大廈 是的 這裡的運作可以說他們兩個包了 阿泰哥是不是畫 煮 切 整 全部都是 他們兩個搞定了 Doris的故事就是什麽呢 是Doris Doris Doris Doris的故事就是什麽呢 我接觸在Facebook或者看的時候 有一個女孩子毅然辭職 去幫媽媽牧獸 為什麽都要辭職呢 是否廢青突然不想做事 你之前不知醒 我之前一直畢業 我食著試 這個是沒有花過杏仁 我畢業開始已經做記者 在東方做過 在蘋果做過 我專門做副刊的 我走 其實我現在和舊公司 蘋果依然是一個很良好的關係 我在裏面其實都是平暴青雲的 但是我其實一直都覺得 傳媒這一行是不可以做得來的 平暴青雲 他講的那些公司 蘋果 我們當日在蘋果做了半年 我們應該在六年前我們已經在蘋果 我懷疑他入了行 我三十歲了 東方 我在公業村的時候 我也是 公業村 做監製 在東方我竟然聽他說有平暴青雲 東方做得很短 東方只不過好像一個實習期 蘋果就真的做得久了 在裏面就經歷過很多次地震 改變 變動 但是在裏面我一直都做得很開心 我還很喜歡做記者這一行 所以我現在都有些義務採訪 我會做的 但是你說 其實一來自己的心 一直都覺得 不可以做得長的傳媒這個行業 因為的確是捱奸底爺的 我覺得作為一個女生來講 對時是人妻 我覺得是 對於我來講 我不能夠接受到 是這樣的長時間 慧玲聽到不知道有什麼感受 慧玲說 應該想投入享受生活很久 我也是想接婚差仔 有一天 慧玲會不會這樣說 反而不是為了媽媽 通常做傳媒都是 媽媽會說 你經常煮飯你又不回來吃 湯又喝不到 見又見不到你 然後做到殘曬 我媽媽從來都不會說這些 她是一個支持的人 就是女兒做什麼決定 她一定是有她的原因和理由 她一定是知道自己的路是怎樣走 所以她永遠都是支持 然後她就是 她支持的方法就是 我默默地煮好每日三餐 譬如我講現在這樣 雖然她要全職去做這裡 但她依然是一個三餐主足的人 我們下午從來都不會是 所以其實這條路一直都是我自己在選擇 但是我入蘋果的時候 我已經在東方經歷過幾年 這一行是如果我以後就算 你說結婚好或者不結婚好 未來沒有人知道 但是我很享受這一行 但我總不能夠每一天都是一字日 或者滿腦子都一直是採訪工作 那位受訪者究竟回覆我沒有 故事是怎樣做 影片怎樣拍 怎樣蓋片 我當時是這樣的生活 因為我是一個很投入的人 因為我很喜歡這份工作 但跟譬如 東方是蘋果 是的 順利進去的 東方自不然難做 裡面很 蘋果難做一點 是嗎 蘋果那時真的是訓練我的地方 所有事情 譬如採訪的技術 受訪者對他們的態度 說話的清晰度 所有事情都是蘋果那時訓練的 但是一來 可能自己做了三年幾四年左右 就覺得又不是中頸位置 只不過開始就會想 以三四年了 如果我再不走出去的話 我很難跳出這個行業了 但是跳出一個什麼行業 我不知道 我想很多人都會遇到這個難題 就是譬如你在一行裡面太久了 而那一行也不是做不好的 是一直都做得很好 一直升職的 然後你就會開始想 如果我再升職的時候 我應該不會走 我不敢走 不捨得走 所有事情都不捨得 覺得只有這一行適合自己 就到了這個位置 三年幾四年的時候 到這個位置 然後機緣巧合之下 其實很多事情都是一個很大的機會 很大的一個緣分 我記得當時看電視 然後鏗窗集訪問一群六十多歲 剛剛退休的人 然後他們發現 譬如 現在六十歲還很年輕 很有活力 突然發現六十歲出來 有一個人 我記得他想找些東西去充實一下自己 就去報課課 他發現課課會教你 給退休人士 教你怎樣剪頭髮 教你怎樣上網 copy and paste 其實所有事情他已經懂 即是他從高層退下來 然後有人試試去重求校園生活 我去增值自己 然後發現他被同學背過 因為他太老了 同學說你這麼老 回來讀書 那一刻我看到一群很努力 去融入社會的人 但好像社會沒有為這群 剛剛退休 然後上年輕力壯的人去做事 然後我媽媽今年六十歲 雖然她是一個全職主婦 即是她沒有做事 但我不知為何有一個很大的連結 我媽今年六十歲 然後我看了一群電視機裏的六十歲人 然後我媽跟我出來做事 她依然很喜歡做食物 然後她就開始做這隻糖 等一下可以留給她說 為何會做這隻糖 我先講 我剛剛吃完這隻 就是無花果杏仁糖 我咬下去 不知道是不是蔡先生 我們上次訪問咖喱 她已經不停地去吃 我懷疑糖她不是那麼喜歡 我一會試試的時候 你就會感覺那種特別 我先未講你媽媽做糖 因為我今天希望 我在這個訪問裏面試勻 這麼多次告訴大家 然後大家才上Facebook看上相 裏面就知道怎樣去買到這些東西 我不這麼複雜放這條地址 Facebook應該 我以為我在Facebook看得到 第一次吃這個無花果杏仁糖 給我的感覺就是 我現在整口 一顆顆無花果裏面那些 紙 紙在那裡 不再是那些 吃香蕉糖 香蕉味 但裏面絕對不是有香蕉成分 這個她騙不到我 騙不到大家 就是我現在整口都無花果製 我待會再看怎樣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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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會吃到那些些奶油的紫 其實是因為我們必須把果肉裏的東西都煮出來 果糖才會令它甜 所以我們可以叫它糖 另外果膠才會令它黏在一起 所以一定要很大量的水果才可以做到這樣的糖 要不要加水的 要嗎 不用加水的 那全部都淋乾 甚麼水都沒有 我們有一種叫做粟膠,粟膠其實是粟米澱粉 我們在台灣那邊直接飛過去,選了一間廠 它現在定時進來,其實粟米澱粉好像一些白漿 好像一些膠水,沒有顏色,沒有氣味,甜味好像白飯 因為它只不過是澱粉 所以它就放進鍋裡,然後起鍋,其實起鍋用 讓它裏面滾起之後,我們就放大量的乾果下去煮 的確你說得對,乾果加進鍋裡,炒爛鍋也未炒爛 一定要有些東西滾起,然後它們才會慢慢爛 即是和粟米粉不同? 有兩樣東西 即是一丟下去已經起膠? 其實它本身倒出來的時候,已經是一些有張力的東西 麥芽糖是很黏的,而且它是很甜的 但它就沒有添加,純粹是澱粉提煉出來的食用膠水 它不是魚膠粉 魚膠粉的話,好像素食人士都不能吃 我們這些糖素食的人都能吃 即是所有東西都是素的 先說,未問蔡先生好不好吃之前 我們先不要說怎樣製作 因為其實我腦開了很多問題 那請問蔡先生好不好吃? 跟它的包裝是很吻合的 不是特別甜 但它當然有甜味,但甜味是很自然的 那我怎樣形容呢? 都不夠讀它那張東西那麼清晰 因為它這麼沒用的 你表演的時候 不是,當然是拉布 他們的包裝很漂亮 待會兒阿泰哥會問它 究竟這些包裝如何設計出來 那裡面就寫了幾句話 那我說,我不需要欣賞 欣賞一下那些字 它說,常想品嘗媽媽的手藝 欣賞貪民的心 剛才Dollis解釋了 怎樣跟媽媽合作這個新的生意 從16年開始 它這裡標榜叫做手工糖果 那裡面就是沒有加糖、沒有油 沒有防腐劑 那這個最重要的 如果不然就跟其他一樣 它的甜味都是來自果糖的 那剛才我們吃毛花果 就應該是來自天然挪花果的味道 那它就將這個果膠 就讓果肉和堅果黏在一起 手造糕點同樣著重 突出食材本身的甜味 都是媽媽在廚房裡面 就熬了很久的心血結症 2016、2012月一次去工作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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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交代了的故事 很簡單的一張紙 剛才我第一次吃 甜品我是一般的 因為怕胖的 但是這個吃下去就沒有那種 很罪疚的感覺 因為很天然 那我去過土耳其 被人騙過那些毛花果的手信 那又不是說騙的 是真的那種乾了的毛花果的那種味 好吃又不甜又不黏牙 OK 是呀 不黏牙 它神奇 因為我一向都沒有酷牙的習慣 所以我就不知道酷牙人士的難處 但是我們意外地 就有一班酷牙很多的客人來 他們就告訴我原來不黏牙 所以我就意外地發現 原來我的糖果都是為了一班酷牙的人士 是啊 但是說最初回來 不做份工 做記者蘋果都挺好身水的 我知道 由東方去更加厚身水 那突然間沒有一份很肯定的收入 回來幫我媽媽 很老實講 初一開的時候 可能真的沒有什麼收入 如果兩個去做自己創業的時候 和和媽媽的磨合是怎樣 每個女生或每個做兒子都是說媽媽很煩 但是突然間偽然回來 她不是自己創業 是幫媽媽創業 那時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發生 其實又不應該說是幫媽媽創業 其實我是和媽媽 亦都部份是 我們其實是和媽媽一起創業 那時我記得的確是沒有一陣子的收入 可能三十多元一碗魚蛋粉 我可能想兩條街 三十多元 物價這麼貴 但是我已經預算了 我離開的時候 我已經預算了 我突然間沒有一份穩定的收入 但我知道這個不是一勞永逸 我知道這個只是短暫 因為我要開始是下一個里程碑 下一個人生 所以我又很欣然地接受 我覺得那便節省一點 不要吃魚蛋河 媽媽帶飯 你說怎樣和媽媽磨合 因為老實說 由上班對外面很多人 其實一路都隔不中 禮拜才陪媽媽吃飯 好像現在我和兒子都是這樣的 但你以為我有一天對著她 我都煩 但問題是你初回來做時 怎樣去做這件事 其實 我先說和媽媽 其實我想如果和媽媽 如果你一路都覺得媽媽是煩的話 你就根本不會想這壇生意 在我的人生裏 我媽媽從來都不是一個煩的人 我想她會覺得我煩多些 因為我是沉氣那個 餓她 指導她 糾正她的人多些 所以當初我就告訴她 既然你這隻糖 你製作了出來 很多朋友都很喜歡 不如我們嘗試創業 她還未賣 你辭職他們才開始創業 是的 人生要變成金錢 就是由你和她一起做 是的 其實那時很多朋友都很喜歡 因為很多親戚 朋友都會吃這隻糖 這個是桂圓 好吃 留給自己 桂圓 很多親戚朋友都吃這一趟 其實觸發點 為何我會突然想著 不如做生意 自己心裏想 就是有很多朋友都習慣 在我媽媽手上拿東西吃 因為我媽媽經常會做很多東西吃 然後就說你試試試試 有好味 當然是喜歡 但我記得有一個畫面 就是我媽媽給了很多味道 當然當初未有這樣的包裝 然後純粹可能我媽媽用紙扭起來 然後每粒糖都一模一樣 但擺明是告訴她 這裏有很多味道 那些人可能用了五秒左右 就吃了三款糖 你現在不是說你 你現在都會看看 這是西梅杏仁糖 你才放進口 沒有花果 它就沒有 就是好吃 然後五秒的時候就吃光三粒 我看起來就有點可惜 我覺得你有沒有吃到它有甚麼味道 那種其實是甚麼糖 我有 我在排在次序 我在解釋 其實吃每一種糖 我都覺得有點不同 我才以為會一樣 我發覺不一樣 所以我看到他們那一刻 就說吃光了 我就覺得很可惜 我覺得你應該要珍惜別人 給你的那一番心意 就是原來是甚麼味道 然後才吃 那一刻我自己默默心 其實如果有些人 如果她是用少少錢來買的話 是不是會對我媽媽來說 是一份滿足感 更加開心 多虧她用錢 就會細細品嘗 有啊 其實是人之常情 你懂得有選擇的嗎 因為那些東西不是已經你給她 而是你去選擇 我知道那樣東西是這樣 然後我就買 老面的人是珍惜的 而當你媽媽是很習慣地去給錢的時候 然後有些人去給錢的時候 很多東西都好像他們覺得是理所當然了 我那時就心裏面 其實沒有想多少錢 純粹是 如果少少錢去買回來 然後你是不是就會知道 這顆糖背後 其實是我媽媽每一晚煮完飯之後 自己煮到包裝 是煮到十二點多的事情來的 但是很多東西都未成形 始終工作又繼續有好好的運作中 我想大概考慮了半年左右 如果再不辭職 這件事只會一直在腦海裡盤算 我媽媽已經七十歲了 所以真的遞辭職信 女兒說辭職你有甚麼感覺 嚇死她 正 有甚麼感覺 其實她辭職 因為她都說她在這裏上班是很忙 她上班的時候有給你薪金嗎 有給你薪金嗎 有給你薪金嗎 四個字當然有 有些人賺多少錢都不會給家人 自己拿去洗 或者她的媽媽是否自在 我媽媽沒有出聲自己心意 是 這些是 是 媽媽不出聲自己心意 我陪媽媽經常 我住澳門 我只是陪媽媽進去賭場 拉樓夫妻 我輸了她就贏了 都是一份孝心意 有甚麼反應 我一直見她上班其實很辛苦 因為她是一個做事很盡力的人 很肉赤的 但我都會支持她 但直到她跟我提出 不如不做了 我其實都想的 因為我覺得她真的太辛苦 沒有自己的生活 但是你說擔心我 我不擔心的 因為我知道她有自己的打算 我覺得休息一下也不錯 其實她十月休息 其實她十月就 八月 八月 八月辭職 之後她用了幾個月的時間 周圍旅行 所以其實我們成立的時候是十二月 從來沒有想過 其實之前她辭職的時候 跟我做堂 是完全不相關的 你們是十二月嗎 我們是十月的 十二月 二十二號 我們十二月十四號 十五號 好像D100 很多東西都是 大家都是觀塘 她這麼製造模式 其實都想起D100 是嗎 她由最初露面給人去 誰不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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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面的人試不珍惜 我們D100 初初開的時候 不停不收錢 因為想著要多些人 可以品嘗到我們節目 當你收費的時候 做出來 只要你的東西好 就越來越多人 會去嘗賞 去品嘗 雖然你的名字一樣 可能就是這樣 這個名字都是媽媽想的 我逐一去說 要是一路訪問 我試完紅棗糕 給我的感覺 但先不發覺 紅棗糕給我的感覺 我真的拿著一粒紅棗 放在口裡 去咀嚼 其實裡面沒有其他味道 有其他味道我會懷疑 這樣就糟糕 裡面有盒桃 什麼 裡面有盒桃 起碼就是 那盒桃的成份 一定不夠紅棗 味道長 這個事實來的 譬如它毛花的杏仁 杏仁不多 因為它主要味道 那個糖 還有它要靠 紅棗那種甜 因為盒桃沒有甜味 只有口感 基本上來說 都有些香的 這個感覺 經常吃下去的時候 因為我在第二節才問它 怎樣裡面的做法 還有怎樣選料 因為好像毛花的 我都好奇問你 土耳其其 其他地方 有沒有試過 因為你一定會試過很多種 為何不用大陸那些 或者不用答我 我們先說 媽媽的女兒回來幫你忙 好 最初的時候 出錢 要做這件事 有沒有股東制 或者兩無女無計 一過來就做 最初的時候 聽說好像 最初都不是這個廠房 不是 所以一路做的時候 面對甚麼問題 其實 剛開的時候 因為我又不是讀雙科出身 人生裏 一直都沒有想過做生意 因為自己計算又不好 現在其實都迫著計算 一直都沒有想過 所以當初 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想所有網店都是 其實一定在家裡做起 然後漸漸就在家裡做起 然後就上網搜尋一下 我發現原來家製造是犯法的 家製造食物製造這件事是犯法 我就拖著媽媽 沒理由犯法 就開始想 剛好我表哥一向都是做飲食業的 他自己有一個廠 我表哥很好 就說不如你過來我們那裏 我說好 就過來你們那裏 過了他那裏做 但是最初譬如 我們要有袋 我們要有包裝 我們要有貼紙 最初不是這個包裝 是簡陋很多 是紙袋 然後我自己畫貼紙 然後貼上去 也沒有食物標籤 充分手作 充分手作 然後我電腦又不聰明 但是得枝筆好像畫到東西 那我就所有東西都畫了 畫完之後就掃進電腦 然後就跟廠商談 廠商就教我 你做貼紙要給我一些出血位 我問一下設計師朋友 我想問什麼是出血位 我原來要這樣做 我自己慢慢在電腦前面 就跟我現在老公一起在那裏看 他可能電腦那些很聰明 兩個人就在那裏做 弄到晚上 終於有第一張貼紙 誕生了 那就是出血位 你都未解釋到 其實就是 譬如你畫的那些畫 畫的那些貼紙 你不可以畫到 譬如我要這個尺寸 你不可以畫到這個尺寸 就給他 你一定要有少少空位 給他走斬 一個邊緻的 是的 譬如這些位 你一定要有少少位 給他走斬 這些就是他們逐行內 叫出血位 其實我都現在才認識 即是泰哥拍電視的內關 是的 即是不可以框 即是一定要有些空間 對 兩個人就一邊做一邊學 然後又知道原來 弄了一個盒 弄了一個貼紙都不夠 要甚麼食物標籤 否則又犯法 所有都是有犯法 然後又要弄 然後就逐樣逐樣地弄上去 營養標籤又是 原來要營養標籤 這麼貴 都要弄 又是那句沒有理由拖著媽媽犯法 被人拘捕嚇死她 我又嘗試去弄 所有東西其實就是 有很多版本 亦都撞過版很多次 有時一定沒有死 那就去印 印後回來 原來要這件事 我真的想告訴你一個 其實我都是一個 做過像你們那樣的手作仔 我賣湯試過 當時剛好就要出這個食物標籤 那些窮婦人間的手作仔 哪有人去化驗到 去檢查到華裏面的多少 你知不知我當時是怎樣做 因為已經沒有做了 他不是撕了旁邊的貼上去 你覺得對 我可以立即市場看人家的湯裏面 拍了它 標籤有些甚麼 拍了它 其實真是 拍給人來的 拍給人來的 因為老實說 其實是沒有人查的 不是香港政府流動 而是查這麼多 公務員是不會查的 港台情義傑 基本上就是這樣 你當時去做那麼多 拍攝所有的事 出來反應好沒有 只是給親戚朋友給面子幫你買一盒 反應很好 我們12月22日成立的 那時還是很冷淡的 都是朋友說 可能做臉書的姐姐知道我們在搞 好 我幫你買多少搭 但已經很開心 多少搭 一萬很順利 因為給過他們吃 給過他們吃之後 我們終於賣了 我們終於賣了 他們很開心 終於賣了 好 我要多少搭 一萬他們已經吃過 就很開心 收錢了 有人肯賣了 其實不是收錢的東西令人開心 而是有人肯給錢買 那樣東西是他自己賺回來的錢 他們給錢賣 但突然之間捧一聲 好像說應節不下 要節單就是新年 新年是送禮期 我記得那一陣子很狼狽 可能東西未訂齊 人們就不斷訂了 那時還自己送貨 我去歐洲 都沒有這麼大的背包 比我還大 還比我還大 然後背著 逐站 然後跟別人約 你多少號 你多少號 這個記者的skills 教了 這個人多少點 這人多少點 然後就很清楚記錄了一張list 好像一張單 逐樣逐樣數 例如你多少點 要去到哪個站 給他 袋子就看著他逐漸逐漸逐漸變勢 在這裏 在未去廣告之前 我先講周鵬你學習 別人怎樣去分發 因為我們有同事 他自己種菜 種了這麼多 他開始網上賣 網上賣 他試著你 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再講 這個常想的成長史